這個議場有意思的規則 我深切了解 這是議場不是戰場 所以我想應該大家 能夠互相諒解 我台語不行 我當然希望他用國語 來問政 而且你知道嗎 很多老農民打電話給我 他也希望我原用國語問政 他們這樣才聽得懂啊 你知道那些老農民從各地來的 他們當然不會講台語 而且這兩年了 我學台語都沒有時間 我要去學山東話 廣東話 四川話 最難的是福州話 我們還有西藏人喔 所以我學很多種語言 至少要跟這些九十歲的老先生 對不對 要用他的方言 講幾句問候的話 所以假如委員問我 我說我沒有時間學台語 希望他能夠諒解 語言是需要而產生的 假如今天我在美國國會 所以我當然用英語了 對不對 在這裡當然用國語 大家都聽得懂 我會為榮民請命 希望他用國語來問政 這樣子大家雙贏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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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議會來大家應該要和平 好 好 我們要學習 把會去 것도好 好 我的天啊